胃癌一直是國人的十大癌症之一 而為什麼胃癌這麼的可怕 原因在於說 因為胃癌在前期是很難被發現的 因為它幾乎沒有什麼症狀 那我們今天就來邀請 剛戰勝完胃癌的我們的李玲姐 哈囉 大家好 Ricky好 我是唐玲 大家好 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 你這個過程當中是 執行的是怎麼樣的手術 然後是怎麼樣的氣息發現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會發現我自己有胃癌 真的是一個還蠻巧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完全沒有胃不舒服的狀況 我從小到大都是鐵胃 就是我的胃吃什麼酸的 辣的 冰的 硬的 通通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是在去年我參加武力全開 我在練習國標舞的時候 可能有做一些動作就是會拉扯到我的肩膀 不舒服我就看醫生 醫生就開給我肌肉鬆弛劑跟吃止痛藥 我吃了藥覺得不舒服 讓我想到十幾年前 其實我有胃病 但是沒有治好 那我現在呢 就引發我想要把它治完成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比如說胃食道逆流 甚至那種火燒心的感覺 沒有 一般來講呢 其實有胃幼門的乳群感菌 是容易造成胃潰瘍 甚至引發成胃癌 對 那我們要知道一下說 我們平常呢 有沒有造成一些胃癌的壞習慣 我來跟大家聊一下 好 那第一點 喜歡吃醃製類的食物 冷凍食品及燒烤的食物 好像在亞洲文化呢 是比較明顯的 我蠻喜歡吃一些醃製的 像芒果乾啊蜜餡 我覺得吃了就好開心 酸酸甜甜的 感覺很幸福 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呢就喜歡吃一些 讓自己快樂的東西 那可能很多觀眾也有 跟林玲姐一樣的問題 那第二點 愛吃白飯 甜點 喝酒 以及抽鹽 我超愛吃白飯的耶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現在不能吃白飯了嗎 改成糙米或五穀米 南瓜 或者是地瓜會比較好 原因在於白飯 它就是精緻的澱粉 那我們的那些甜點 它是更精緻的澱粉 再加上我們有些人還會去 喝酒 抽鹽 對於我們胃的刺激更大一點 對 當我知道我自己有胃癌之後呢 我有去Google了一下原因 那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 有優門感菌再加上抽鹽 對 我從我高中二年級 我就是一個重度煙癮 就是我抽鹽抽得很兇 一天會抽幾包 至少一包 就是一包起跳 一天嗎 對 而且沒有停過 這很誇張耶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哪會這樣做呢 我又不是那個 那在這的話 第三點就更重要 如果你愛抽 所以我才要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像我一樣 第三點就更重要 如果你又愛抽鹽 又喝酒 結果你不吃蔬菜 水果 又不愛喝水 我不愛喝水 我從小到大 我就喜歡喝汽水 喝飲料 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喝一些手搖飲 喝咖啡 甚至到後來 我每天早上起來 為了讓我提神 我就是喝那個 三合一泡的那個咖啡 就這樣維持大概十幾年 那真的很可怕 為什麼要吃蔬菜水果 是因為 你長期以後 有一些硝酸眼 如果在身體裡 它會造成我們胃癌 很可怕的一個因子 那再來是 如果我們有吃水果 它富含維生素系 它可以防止那個過程更嚴重 那喝水還可以幫助代謝 如果這些都不做 自然而然是更可怕的 那再來第四點 比較重要的是 你會不會有狼吞苦驗 有一餐沒一餐 每一餐都吃很多 唉 對 這個沒有辦法 在演藝圈有時候 我們真的是很趕時間 比如說拍戲的時候 中間放飯 也許只有20分鐘 我們在20分鐘裡面 要完成尿尿 吃飯 補妝 還要再抽一支煙 那根本沒有時間吃飯 對啊 這個點很可怕的點是為什麼 如果我們吃的每一口 我們咬的越細 對胃的負擔會越小 所以如果你不咬它 這樣對你的胃是負擔很重的 那再來第五點 食物當中會不會缺乏 維生素A跟C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蔬菜水果 我們剛剛已經聊到了 大家有沒有這個狀況 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第六點 胃痛就吃止痛藥 我遇到的就是 他們一定要一胃痛 欸有沒有那個止痛藥 讓我吃一下 他們不會吃胃藥 他們反而去吃止痛藥 但這個點我非常問好 是因為 很多吃止痛藥是Aspirin 而那種Aspirin呢 它就是可以幫你止痛沒有錯 但是它有一個作用 叫做抗凝血作用 意思是當你的傷口流血了 是不是要給它結痂 結果它抗凝血 它不讓它結痂 所以你的胃一直不斷的在流血 它就一直不斷的有傷口在裡面 真的不要胃痛就吃止痛藥 第七點 吃飯沒有專心吃 以前是吃飯配電視啊 或者是配聊天啊 現在配手機啊 或是像我吃飯 我還會吃播啊對不對 邊吃飯邊 嗨 大家好 嗨 寶寶 你吃了沒 咬咪來我吃一口 你吃一口 真的 對啊 吃飯沒有專心吃 這個真的都是造成未來的壞習慣 雖然營養師講話 有時候真的像老師一樣 就是聽了會覺得 就好像在念經這樣 但我說實在的 真的要專心聽 否則的話像我一樣 其實我經過了蠻痛苦的一段過程 然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後悔 也是因為我這個後悔 我才來告訴大家 要注意預防 注意篩檢 那我們就來聊一下 哪些人是高危險族群的 第一個 你是慢性胃炎與長期的胃潰瘍的患者 如果你是這個高危險族群的話 麻煩你一定要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你們是很高的因子會去種這個胃癌的狀況 也提醒大家 因為做一次的無痛胃鏡 其實不要只做胃而已 乾脆連腸子也就檢查一下 因為做一次麻醉就可以檢查到胃跟腸 一次把它搞定 第二個是家族死中有胃癌的人 這個點我特別跟大家強調一下 不管你有沒有什麼壞習慣 什麼樣的症狀 高危險因子 只要你是有家族死的 你就是最危險的狀況了 家人當中只要有癌症的 你都要特別去注意你的身體健康 你的飲食也很重要 那第三點是 有動過胃切除手術的人 你很容易會得到胃癌 因為有的時候 這邊動過跟那邊動過就是會有差別 你沒動反而沒事 但是你現在動完他的胃切除手術有沒有 誰沒事要去胃切除啊 有些人是因為他想要去做縮胃手術 減肥喔 減肥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得不償失 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對 那第四點是 五十歲到六十歲的年長的男性 這邊呢跟大家講一下 男生的是好發族群 如果是五十歲以上 一定要特別去做檢查 而且現在的健康檢查呢 其實已經非常的全面了 建議大家一定要定期的去做檢查 才是最重要的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至於我們平常呢 要如何從我們的飲食跟保養 來照顧我們胃癌 或者是胃會癌 這一個狀況 我們在下一集節目 會跟大家介紹 謝謝迪瑩姐 謝謝 記得訂閱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讓我來守護你的心